感言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请我们张峰年医师 我们欢迎我们张医师 谢谢各位 事实上这个时间有限 今天早上我参加 大安大甲西水之人联络应用 好奇环平 那么这个案子 那么我长期注意这些问题 让我很深的感受 但是我不是一个学界的 所以这个刚刚讲到那一步 确实是很厉害的 我没有办法那边 但是我是从实际看问题 那么我看问题大概都是逆向的思考 跟学界的跟官方法讲 不一样 从地方看 那么我们从下面看的话 很多问题是很清楚的 但是在学界或是官方里面 就此不清 那么这次问题是很重的 那我想我简单讲一个 要解决这些问题 要有一个从上下定一个 精进开发的上限 一定要有 那么这个全世界大概都没有 还有怎么样去落实呢 那就要全方位的总量管制 那么这些全方位的总量管制 我把它分成三方面 那么这个三方面 刚刚讲的 刚刚四会讲其实是一样的 我把它简化成三颗 那么第一个就是国土的规划 第二个是水电容许开发的量 就是能够承担的量 我们自己有多少水电 那么第三个就是这些工业开发 它一定制造很多污染 那么这个污染也要一个总量管制 那么污染包括水土空气 或者是噪音这些都要涵盖在内 那么这些东西三大面向 有任何一项超过一个上限 每一项我们都要定个上限 任何一项超过的话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你这一项不只超过了 特别这一方面里面 有没有办法把它再缩减下 那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方法 什么刚刚讲的 例文什么这些 把它再缩减下 那有一个余佑 OK 余佑出来的话 好 那么这个我让你再开发 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够解决问题 要不知道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我会有这种深刻的感受是 是有建设必有相对的破坏 一定的 那么以宗教来讲是什么 有因必有果 这个是绝对是对的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说我们这边最简单 他能够把握住的话 我想就不会这么麻烦 那么这是刚刚我一些奥斯基人 深刻的体会 时间关系我才能到这边 谢谢我们张峰明医师